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璀璨 第27集,特别意义 颁奖盛典结束后不久 陆毅和金夏各自收到了错夏剧组的通知 该剧将要参加春节后在沪城举行的招商会 自从两人官宣婚讯以来 错夏剧组大约就把官方发堂刻在了骨子里 两次放出来的花絮都是夏毅和陆远锦的名场面互动 放眼望去评论区都是尖叫的柠檬金 金夏在圈内虽然称不上是大热明星 但向来扮相乖巧讨喜陆人员颇好 陆毅自出道以来稳扎稳打也是凭实力获得的关注 有记忆的互联网找不到两个人的黑点 即便是未成名的小透明时期更多的也是无厘头的可爱 尽管有所谓的尾粉不满意已婚的事实 但更多的还是祝福与肯定 毕竟生活那么苦总要磕点糖 除此之外 两人还先后接到了有关于婚纱婚戒 情侣旅行甚至是家装家店品牌的代言邀约 甚至有家全国连锁的知名婚庆品牌找到陆毅 愿意免费承担婚礼的所有费用 他们最后只谈定了珠宝品牌 代言For All Love系列 至于婚礼 陆毅明确表示不想大张旗鼓 只想与亲朋好友共聚 代言消息一出 有记忆力观察力优秀的网友挖出了去年在锦阳举行的看片会照片 两人分别佩戴的戒指和耳钉被圈了出来 果然陆哥当初就在暗出戳洒糖 For All Love啊呀呀呀呀 感觉自己当时错过世纪大瓜 当时有人发现过的 关键是这两个人平常看起来什么交集都没有没人往那想 怀疑陆哥上辈子是干过情报工作的 保密工作简直六道飞起 呵呵呵 怕不是锦衣为什么的是本色演出 网友们吃瓜吃得开心 日常跑到错下官微下面刷屏室提问 请问什么时候定档 我们要看一诺千金公开撒糖 定档这种事是没有办法的 但错下官微当天发布了一条拍摄花絮 陆毅和剧中饰演陆锦的小演员互动 小演员怀里抱着一只粉色的小海豚 陆毅蹲在他面前神情温柔地劝说着什么 最后从他手里接过了那只海豚抱枕 画面一转 是一家三口拍摄时的画面 小演员咬着麻糍被跌跌撞见 一身飞鱼服的锦衣卫大人半弯了身子问女儿 你怎么吃你娘亲的点心 评论区笑得快要炸锅了 扑哈哈哈哈哈哈 某些锦衣卫戏里戏外一样小气 海豚抱枕 陆哥你干脆给那保证挂个牌牌 媳妇 还有专业人士通过降噪等技术手段 处理了拍摄现场嘈杂的环境音 陆毅走出那位就看见他倒腾 你找什么呢 找小海豚 陆毅扫了眼被扔在床尾沙发上的抱枕 倒是也反应过来他说的不是这个 忍住笑坐下问他 哦 急用吗 惊吓还没说话 就看见他拉开了自己刚刚翻过的抽屉 打开一个白色方方正正的小盒子 上翘的嘴角有些压不住 小海豚 嗯 我要扔了他 他之前也刚刚洗过澡 头上还包着一块兔子耳朵的干发帽 气鼓鼓的样子 配上帽子上两只兔耳朵 奶胸奶胸的软萌 陆毅越发想笑却扣上盒子随手丢回到抽屉里 隔着帽子揉了揉他的脑袋 好了 先吹头发 扔了 他从内卫取了吹风机过来 解开他头上的干发帽 站在床沿帮他吹起了头发 只是坐着的那个还不怎么老实 转过来面对他仍是生着气 你不许用了 好 他从善如流的弯下身凑近他的耳库 声音低雅轻柔 我不用 以后给小小自己用 陆毅 我不要理你了 因为陆毅与袁金夏婚后手不合作 鼓偶这样的标签 错下在聚集推荐招商会上饱受关注 两人同框加上首度放出的双人像预告片 让CP粉一度陷入狂欢 这样的情况下 主持人在现场难免把提问从戏里延伸到戏外 数度问起了关于两人日常相处模式之类的问题 金夏不太习惯将个人生活放在公开场合分享 他显得有些拘谨 习惯性地偏过头去看陆毅 目光里都是向他征求意见的求救眼神 陆毅回视了他一眼 唇角弯起轻微弧度 接下了主持人刚才抛的问题 在工作状态下 我们首先是演员 其次才是夫妻 错下对于我们而言确实有些特别 因为我们在剧中同样也饰演了一对夫妻 但毕竟生活背景和情感经历都有所不同 并不能以我们真实身份代入 在这种交错之中 导演还是给了我们许多引导和帮助的 如果大家很喜欢现在初步呈现出来的夏意和陆远锦 那是属于整个剧组的功劳 主持人也从善如流地将话题引回到剧集本身 那二位和我们分享一下 各自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场景吧 陆毅向金夏轻轻汗手示意他先说 眸光却并未从他身上离开 嗯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场戏 因为京城大乱 夏府里也是有外贼冲入 当时是夏意两父子都在宫里守卫 没有办法赶回来 陆远锦其实是功夫不怎么样的 而且作为一个女孩子多少也还是有些害怕的 但他就是守在内院 撑到夏意回来并且告诉他说 我为你守着家 那一场戏就让我特别感动 可能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双向奔赴吧 我记得的那场戏其实没有我 是守卫明周城的部分 对于夏意来说 没有看到过英姿萨爽的远锦是他的遗憾 但是一个守护后方一个在前线拼命 可以说是虽未同战但同心 这段视频后来在两人的超话区被不断转发 粉丝们几乎按针截图 莺莺莺惊吓女儿好可爱 答不出来还求救老公 一脸乖乖笑 陆哥满脸宠 说好的冰山冷酷锦衣卫那呀卫 人家问你印象最深的场景哀哀 你说个没有你戏份的是几个意思 好了好了知道你老菩萨了 我们会去看的了 双向奔赴YYDS 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圆金下一点都不配吗 是的只有你觉得你出去吧 最后连错下的部分演员也加入到了催定档大军 绿竹在个人微博更新了部分工作照 傅成也转发了预告片自称是日常悲过程 正在拍新戏的颜岛亲自下场 号称还有更多花絮期待定档后解锁 书烟也不甘落后地圈了波热度 特地at原金下 在文案里上演了一出极具真情实感的姐妹情深 金下看到自己回复的内容 有点被约到 好不想理她呀 那就别理 路易干脆抽走她的手机 别让她破坏我们的心情 该关机了 机上广播再一次提醒乘客关机 飞机慢慢移动进入指定跑道准备爬升 金下一位进入一怀里 我一直想问你 为什么你最后选了苏原办婚礼啊 苏原地处江南位属家世 是一处隐藏在现代化城市郊区的古代园林 关于她最早的建筑年代众说纷纭 如今的样子是几经修缮过后的复原样貌 园林不作为景点 仅以极为可观的价格 向剧组和医院举办婚礼的新人开放 且严格设置了陷入人数和不景要求 因为那个宅子还有个名字 听起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 惊吓好奇起来 从她怀里抬起头 什么名字 特别有意义吗 嗯 陆一硬着 低头亲了亲她 唇角含着笑意 陆宅 好奇起来